英國疫情持續放緩,政府公布下個月4日開始,餐廳、酒吧和酒店等可以開回,顧客入內要戴口罩,也要留下姓名和聯絡方法,以便當局追蹤。夜總會由泳池和健身室就繼續維持關閉。 至於民眾之間的社交距離限制,就由現在的兩米放寬到一米,兩個家庭可以舉行室內聚會。 首相約翰遜強調,這一場抗疫戰還未完,民眾要保持負責任的態度去提高警覺。 有需要的話,政府隨時準備好在地區以借全國層面再推行防疫措施。 政府專家亦預計,疫情還會持續一段時間。 而在德國的北威州,當局因應一間肉類加工廠爆發集體感染,宣布再次封鎖有疫情的地區。 到下星期二,穿著保護衣的紅十字會人員逐家逐戶去檢測。 區內的酒吧、博物館、戲院和體育館等再度關閉,也都禁止野餐和燒烤。 如果想去餐廳吃東西,只是給一家人去。 州政府說,在確保情況安全之後,才會撤銷限制。 法國巴黎大約二百個餐飲業的員工,就在國會大樓外面抗議, 不滿政府的失業寶座,沒有涵蓋合約制的員工。 有線電視記者,來進來報導。